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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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有耳闻 金川和宝玉嬉笑 被我姨妈发现 打了她又把她撵出上房 可能金川没脸活自尽了 哎呀 这事姨妈知道不知道 想着这儿 她急忙奔上房 往屋里一看 见王夫人一个人坐在里间 掉眼泪 宝钗进去 也不好张口提这档事 只好在一旁坐下 王夫人见宝钗进来了 哎 你是从哪儿来的 啊 从园子里 可看见你宝兄弟了 看见了 听说老爷叫他会客去 哦 哎 你听说了吗 金川投井了 宝钗故意惊讶地说 怎么 好好的投井了 哎呦 这也怪了 哎 这事儿啊 都怪我 呃 钱哥 他把我的东西打坏了 我生气又打了几下 撵他出去 我想过几天再叫他回来 谁知道他气象大 竟然投井死了 这岂不是我的罪过 阿弥陀佛 宝钗说 姨妈 您是信佛的人才这么想 要我看 他不一定是赌气投井 多半是在井跟前玩耍 十足掉下去的呢 啊 哎 倒也有你这么一说 可是到底我这心呢 不安呢 姨妈 您要觉得过意不去 就赏他几两银子 发送他 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 您听宝钗这话 说得多轻松啊 一条人命给点银子就行了 啊 我以赏给他娘五十两银子 还要给他弄两套新衣服做庄国 谁知道凤丫头说 没什么新做的衣服 再说了 谁刚做的衣裳 愿意拿出来做庄国呀 不忌讳呀 我正叫财方赶紧做呢 金川虽然是个丫头 素是在我跟前 跟我女儿差不多呀 说着掉下眼泪 宝钗笑着说 姨妈 你不用叫财方赶制 我刚做了两套 给他用吧 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衣服 身凉差不多 好都是好啊 可是你就不忌讳 嗨 我不计较这些 我就是怕您哪着急上火 说着 转身就走了 他前脚出去 宝玉就进来了 等宝钗取衣服回来 一看 王夫人掉着眼泪正数落宝玉 宝钗咳嗽一声 王夫人赶紧把半截话咽回去 其实宝钗不听 也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他们说 什么金川 弄坏了东西啊 十足掉下井了 这纯属是逢场作戏 谁都没说一句真话 再说宝钗 把衣服交给了王夫人 推说家里有事 急忙忙走了 为什么 这边有事还不快躲呀 就这个功夫 宝玉也溜出去了 王夫人只好派人 把金川的母亲找了来 给了衣服 还赏了几件 三魂首饰 又吩咐请僧人道士念经超度 金川娘 只得磕头谢了 再说宝玉 封负命 去见贾雨村 用出来一会之后 回来就听说金川投井了 当时就想 金川这是因为那天 不愿意受辱 含咬吓赌气自尽 都因为我跟他开玩笑引起的 此时宝玉 真如万把钢刀支插肺腹 又悔又恨 怪我那天嘴欠说几句闲话 要不然能吗 方才到母亲屋里 被母亲训斥一顿 这阵溜出来 他觉得没招没闹的 不知往哪走 低着头探着气 在大厅平方门呢 走来走去 没想到对面来个人 也急着往里走 可巧 咚 撞个满怀 只听那个人大喝了一声 站住 宝玉经抬头一看 哎呦 不是别人 却是他父亲 贾政 宝玉吓坏了 倒吸口凉气 规规矩矩的 出一手战力 贾政看看他 好端端的 你叹什么气 瞧你这垂头丧气的样 方才叫你出来会客 瞧你那磨蹭劲 那么半天才出来 出来 有没有一点往日呢 慷慨潇洒的谈吐 拿不出一点精神头 现在 嗨声叹气的 到底怎么回事 宝玉平日 虽然口齿凌厉 可是这阵 因为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金川 他恨不能也投井跟金川一块去 所以对贾政说的话就跟没听见一样 还是愣磕磕的在那站着 贾政正要发火 家人来回 老爷 中顺亲王府来人了 要见您呢 哦 贾政结过明铁心里咯噔一下 心里合计 我素日 与亲王府并无来往 他们今天打发人来 会有什么事呢 快请 他自己赶紧整官 归制衣服 迎出门外 一看来人一身王官打扮 是中顺王府的总管 急忙让进大厅 分宾主落座献上茶 那位总管刚喝了一口茶 便开门见山说 老爷 下官此来并非善茂贵府 乃是奉我家王爷之命 有一事相求 烦老的人做主 要是能给做主 不但王爷感激 下官我等 也感恩不尽 贾政听了 这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七小时干什么呢 有什么事呢 连忙站起身来 满脸陪笑说 哎呀 大人既奉王命而来 有事就请名誉 学生定当成办 说不上成办 有老大人这句话就行了 我们府里有一个半小蛋的细字 叫奇官 一向好好的在府里伺候王爷 如今竟然三四天不见回来 各处去找都没有找着 最后满城这么一访 才知道他和尊府上那位贤裕的令郎 相交甚厚 可下官知道 贵府身宅大院 不比别家 怎能随便擅入找人呢 便禀明了王爷 王爷也说 若是别的戏子一百个 也罢了 只是那七官 随机应答 由当年汉武帝架前东方朔之才 深合我老人家的心 断断舍不得此人 过此 请贾大人传遇令郎 把七官放回府 可尚未王爷恳切之心 下救我等 操劳寻找之苦 我这给您失礼了 说完 义公道地 贾政听了这话是又惊又气 哎呀 惹谁不好 怎么能惹忠顺亲王 忠顺亲王 跟我不沐 这才叫闭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这聊得 气得是 宝玉啊 不让你和那些下酒流人来往 你怎么就不听话 竟敢勾引王府的宠臣 来人 把宝玉给我叫来 宝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急忙赶进来 爹 谎儿有何吩咐 呸 该死奴才 你这是胆大包天哪 你气死我了 爹 我怎么了 奴才 你干什么不好 赶紧说 咱们 我们也少说出 我们也少受些辛苦 自然也念公子的好处 宝玉咬牙不承认 他想 七官虽然和我见面不多 可是 我们算 我们算 我们算知己朋友 特别是北京王对他非常好 最近北京王把他叫去了 怎么 安在我身上了 我不能出卖朋友 我如果说出来 他们非把七官抓回去不可 想着说 这位大人 你不要听俄传 我不知道七官在哪 你们这是望风扑影 那个总管有点急了 冷笑一声 如果你不说 我可当着老大人的面 把证据拿出来 恐怕公子吃不了得兜着走 宝玉说 什么证据 这回总管可真急了 哎 公子 你到底认识不认识七官 我不认识 你说你不认识 那么他那红汉劲 怎么到了公子腰上的 呃 这 宝玉一听红汉金子 如同五雷轰顶 经走了三魂七魄 当时目瞪口呆 心里咯瞪一下子 暗想 怎么交换汉金子的机密事 他都知道了 这谁说的呢 照这样下去 恐怕别的也瞒不住了 不如尽快把他打发走了 免得真有我这 抖露出别的什么事来 那位听众说了 宝玉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还有别的套头吗 有 原来贾政和宝玉 宝玉也都知道 北京王爷和中顺王爷 这几个王爷之间是面和神离 各拉帮派各有山头名争暗斗争权夺势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贾政就怕把他也卷进去 所以一听这事贾政是又气又怕 宝玉也知道事闹大了 看来不能再隐瞒了 他不敢跟那个总管再顶嘴了 急忙说 大人 这个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找我是找错了 不过我知点消息 你既然知他底细 请问 奇怪买田产这事 你知道不知道 啊 买什么田产 听说他在东郊离齐化门 二十里地 有个叫什么紫潭浦的地方 买了几亩地 几间房子 人可能在那 在不在那 我就不知道 反正有这么个事 哦 总管听了 脸上有了笑容 嗯 一定是在那 我先去找一趟 若没有 再来请教 告辞 说完 转身就走 叔叔的这 您就更明白了 想那宝玉在家 吃他爹 没有财权 又不能随随便便走 容国府呢 在北城 一里偏西的地方 齐官呢 在东郊二十里地外 买的田产 再说了 从宝玉认识齐官 护赠汉金子 到今儿个 也就一个月左右 他没有时间呢 过多的和齐官往来 也没有钱 给他买房子置地 那么这房产地图 是谁给置办的呢 北京王水戎 您还记得吗 那天齐官说了 这汉金子 是北京王所赠的话 其实总管也知道 齐官与宝玉无关 可是他不敢贸然 去北京王府 先到贾府 来个捉蛇 先砍草 这么一来 把个老实巴交的贾政 吓坏了 也气坏了 他一面往外送客人 一面回头 告诉宝玉 不许走 老实待着 回来我有话问你 宝玉害怕了 站在那儿 洗礼师打鼓 等着哀训吧 贾政送走客人 正往回来 你说多巧啊 看见坏小子贾桓 带着几个小丝 一阵的乱跑 登登登登登 贾政不爱看了 站住 你乱跑什么 贾桓是贾政的妾 赵姨妈生的 素日贾政就看不上贾桓 贾桓见他父亲 吓得骨软金苏 连忙低头站住 贾政说 你一天像野马似的 这又是上哪逛去了 往哪跑 不是乱跑 是刚放学回来 打井边的路过 井里淹死一个跳井的丫头 我一看 怪吓人的 人头都这么大 身子这么粗 泡得太吓人了 所以我就跑了回来 这贾桓连说带笔 贾政吓一跳 好端端的 谁去跳井 是我们家的丫头啊 贾政想 我们家可从来没发生过这样事啊 自从老祖宗 建家立业以来 老贾家一直是 师叔传家 宽厚待人 不 一定是我近年来 懒得管家务 那些管事的 就胡来一气 肆意暴虐 才出这种轻声之事 只有传扬出去 叫外人知道 祖宗颜面何在 来人 快叫贾林 累大 上来回话 是 小丝答应一声 刚要叫去 贾桓这小子 又坏又损 他眼珠一转 上前一步 拉住贾政的袍筋 扑通就跪下了 父亲 您别生气 您也不用叫别人了 这件事 除了太太房里人 别人不会知道的 我听我母亲说 说 说什么 说 说到这 他鬼头蛤蟆眼的 往四下里看 贾政就明了 拿眼一扫 种小丝 小丝们便都退下去 贾官这着开始冒坏水 心想 贾宝玉 虽然我们是哥俩 可是你总压我一头 这回我该报仇了 想到这说 父亲 我不敢说 说了怕挨打 谁敢打你 你可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头颈的丫头 叫金川 哦 贾政知道 王夫人身旁有个丫头 叫金川 挺得用的 金川怎么死了 啊 您想点声 是宝哥哥 前个在太太房里 拉着太太的丫头 金川 非要干那种事 金川不从 他就打了人家一顿 那金川一害羞 就投情死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 把个贾政气得 差点昏过去啊 半天再晃过来 脸色傻白 嘴唇都哆嗦了 心里像开锅相仿 连死的心都有了 心想 我平素 居官谨慎 不多说 不少道 万没想到 让这个不听话的小冤家 为了个奇观 给我惹下这么大祸 这事还没完 怎么又出了这种 恬不知耻的下流事 这不严厉处罚 我就成了家门的罪人 他又生妻子 王氏的气 都是你惯的 来呐 快 把宝玉给我拿来 一边说 一边奔自己的外书房 嘴里还嘟囔着 今天 要有人来劝我 我这顶乌纱 家产 全交给他 叫他跟宝玉过日子 我把头发剃了出家去 也免得落一个 尚如祖宗 下生逆子的罪名 贾正说这个他 当然是王夫人了 贾桓见他父亲来伙了 幸灾乐祸 自溜 溜了 府里的门客和仆人 一看贾正气成这样 这样子谁也不敢劝呢 贾正气喘吁吁 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 不住的喊 拿大棒子 拿绳子 把宝玉钩绑来 把各处门给我关上 谁要往里边给老太的送信 立即打死 众小四只得齐声答应去抓宝玉 回头再说贾宝玉 财刚听见他父亲吩咐他不许走 就知道今儿个凶多吉少 傻不了又是一顿打骂 可是他万没想到贾桓又在金川的肾上 给他火上浇油 告歪状 狠狠地扎一针 上了眼药 这会儿 正在厅上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来回干砖呢 巴不得当时有个人 往里边给他奶奶 给他母亲烧个信 嘿 偏偏就没人 明言这阵 也不知道跑哪凉快去了 他正着急呢 忽然看见走出一个老妈子 宝玉连忙跑过来 一把拉住个老妈子说 快 快进去 送信去 老玉要打我了 快去 要紧 要紧 一来是宝玉心急 话说太快 不太清楚 二来这老妈子耳背 平常赶上打雷 他愣说是 啊 谁咳嗽呢 今天就把宝玉说成要紧 听成了跳井 便说 哎 跳井啊 哎 都跳完了 二爷还急什么呢 宝玉见他是个笼子急得大声喊 快把我的小丝交来 哪知老妈妈又把小丝听成完事 啊 是完事的 太太赏了衣服 又赏了银子 怎么没完事啊 哎呀 你急死我了 就在这儿 登登登登登 跑进几个人来抓 宝玉 我没完事啊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你怎么一点 就在这儿 又在这儿 我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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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 那儿 就在这儿